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对于每个父母来说,孩子都是心头肉,长中宝,是上天赐予的最好礼物 为了让孩子能平安健康长大,父母们付出无数心血 但小孩子的命格比较弱,容易遇到不好的事情 所以今天大佬就来讲一讲,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要注意的风水禁忌 给新手爸妈们做个参考,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平平安安长大 一,切勿随意夸奖 婴幼儿长得很快,几天不见就是一个新模样 人们看到圆滚滚胖乎乎的孩子,总是会抱一抱夸奖几句 但要注意的是,夸奖孩子也是有讲究的 切勿抱孩子的时候说沉、重、身体好、不生病之类的话 民间传统认为,对孩子来说,说极反是凶 说孩子沉、重,孩子就会瘦下来 说孩子身体好,不生病,孩子就会生病 二,记让生人进门 小孩的抵抗力差,有个小病小灾是常识 就是孩子生病,人们都会采取进门的方法 禁止生人进门 因为生人可能会扰乱家中气场 导致孩子病情加重 不过,孩子如果病得很重 那就必须尽快就医 让孩子得到医治 不能一直磨蹭,耽误治疗时间 三,旧衣服不要扔 小孩身体发育快 隔几个月之前的衣服就不能穿了 但小孩的衣服不可随意丢弃 因为衣服没有穿旧 与主人还存在着联系 亦损俱损 所以小孩的衣服一定要妥善处理 旧衣服处理的最好方法 就是将它们捐献出去 捐给贫困山区的孩子 这不仅能够解决旧衣服堆积的问题 还能为我们积累功德 让运势变好 未来的道路更为平坦 四,注意植物风水 为了改善家居环境 很多人都会在家中种植一些绿植 小孩子大多也都喜欢花花草草 于是有些家长会给孩子卧室里 也放一些绿植 既好看又能净化空气 但要注意的是 不要种太多植物 更不宜种带刺植物 它会导致小孩与同学闹矛盾 还容易刺伤小孩 最重要的是 到了晚上 要将孩子卧室里的绿植搬走 因为过多的植物 在夜间会与人争夺氧气 使室内氧气浓度变低 不利于孩子健康 除了这些 其实最应该注意的还是小孩子卧室的风水 怎样布局才能让孩子远离病痛 健康成长 下面大佬给大家介绍以下几点 希望大家能多多注意 一 卧室灯光已柔和 当家中有新生儿之后 无论是你适合怎样的风水布局 此时都不建议采用过于耀眼的灯光 来渲染自己的房间 因为过于强烈的灯光 虽然对大人没有影响 但是对于宝宝 却无形中会带来光煞 影响宝宝的健康成长 所以当宝宝一旦回家之后 房间内可以天之一盏 有灯照的落地灯或者台灯 在晚上的时候 经常使用这种光线柔和的灯 从风水上来说会更好 反之则容易惊吓到宝宝 二 床位一记 宝宝的婴儿床 一般都建议放在父母床的左边 而不推荐放在右边 正所谓左青龙右白虎 如果将婴儿床放在了父母床的右侧 则会引起逼虎的状态 容易导致宝宝做噩梦 受到惊吓 同理 如果不放婴儿床 宝宝和父母睡一张床 那么宝宝也应该睡在左侧 而不是睡在床的右侧 左右之分是以人睡在床上的 左右方向来区分 三 卧室装饰既有尖角 一般卧室的装饰会根据父母的喜好 及居家的总体风格来进行搭配 但是如果有宝宝要和父母居住在同一个卧室 那么此时卧室内的装饰物也要引起注意 除了尖刺尖角状的装饰不宜摆放之外 还要注意在宝宝休息的房间内 要少放一些人像画或者照片 哪怕是大的结婚照 都不是很适合悬挂或者摆放在卧室内 容易引起宝宝惊恐 诗神 同时也要注意人像类的玩偶或者雕塑 也不能太多 毛绒玩具一两件即可 切勿堆放太多 容易引起宝宝的烦躁和焦虑感 四 既在卧室放镜子 人们经常会在卧室里边放一面镜子 方便自己起居 但是婴儿房内千万切记 如果放镜子的话 一定要记住 镜子要放完整的镜子 不能有破损 因为风水学上来讲 破损的镜子 其实是一件不好的象征 婴儿本来就非常小 命格也非常弱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五 卧室已干净 房间一定要打扫干净这一点 相信大多数父母都能做到 因为从健康角度来讲 小孩的呼吸道还没有发育完全 他们的呼吸道都非常脆弱 如果一旦不慎吸入什么气体的话 很容易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 而且风水学上来讲 空气中有很多能让人生病的胀气 或者是煞气存在 六 卧室即放刀剪 人们在布置婴儿房的时候 一定要切记 千万不要将剪刀 或者是指甲剪这一类金属利器 放在婴儿房中 从安全角度来讲 是为了防止婴儿被割伤 或者是吞咽一些过于小的东西 造成生命健康受到威胁 从风水学上来讲 这类利器的确也都是带有煞气的金属物品 七 卧室即放旧物 其实不只是在婴儿房中不能放旧衣物 在家里一旦有旧的或者是破损的衣物 最好要及时地扔掉 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财运的损失 但婴儿房内不能放旧衣物 是为了防止它阻碍小孩的成长 从风水学上来讲 如果小孩的房屋内放旧衣物的话 可能会让这个小孩一辈子贫困潦倒 八 卧室即放植物 有的父母可能想在小孩房屋内放一些绿色的植物 能够让小孩子成长得更加健康 看起来心情也能够更好 但是在婴儿房内千万不要放绿色的植物 尤其是一些大叶子植物 这类植物非常不利于婴儿的成长 因为这类植物呼吸起来 需要耗费一定量的氧气 不利于婴儿呼吸健康的发展 九 儿童房布局 家中住宅最讲究的是藏风聚气 因此房子大小要适应 太大的房间磁场就容易稀释 无法聚拢 运势自然很稀薄 儿童的房间不宜太大 12到16平米最佳 如果孩子体质较弱 建议不要住太大的儿童房 小一些更利于孩子的健康 房间墙体适宜用黄色和蓝色 挑选孩子家具时 也不提倡家中摆放超龄家具 最好遵循减装 为孩子提供轻松的环境 摆放一张写字台或小型书架 等孩子稍微大一些时 可逐步添加一些可以用的家具 切勿把没有到年龄的一些家具 提前摆置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穷的 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 那么就是要从孩子的休息室做起 给孩子打造一个风水好的卧室风水 这将会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 带来许多积极的影响 还会带来许多好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净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